女孩痴迷于织围巾 在悬崖边纺织 可是毛线不够了 竟然将自己留了18年的头发搭上 本集一起来看火爆YouTube的最后一针 女孩伴着出生的太阳 来到山崖边织围巾 她拿起针线越织越快 越织越快 很快到了中午 围巾已经差不多要织好了 她本打算拿起剪刀剪刀 可是转念一下 谁不想要一条更长的围巾呢 于是又拿起一卷新毛线 想挑战更长的距离 很快就又开始织了 这时围巾已经很长了 所以她顺脚一踢 谁知围巾的一边掉在了悬崖边 可她毫不知情 接着织围巾 直到围巾借着重力 把她拉扯到悬崖边 她才恍然大悟 围巾已经掉下去好一大截了 她被拽到崖边 可是还是不舍得放弃 凭借惊人的纺织速度 竟然摆脱了围巾下滑的重力 她直起身子 最后围巾被她直得飞了起来 她还在直围巾 而不是想办法及时止损 可是围巾的长度终究是涌现的 毛线不够用了 于是她就放下了自己留了18年的长发 连在了围巾的末端 她接着知 至此要和围巾死磕到底 可是很快 她的长发也不够用了 她被再次拽到崖边 生命出现危险 这时她才想到椅子旁边的剪刀 她想要剪断长发 于是她艰难地向剪刀爬去 一步 两步 她很快就能够到剪刀了 可就在这时 针断了 她被无情地拽到崖下 再次爬到山顶 可以看出 她自己咬断了长发 才绑住性命 看着山崖下的围巾 她不由自主地拿起针 开始纺织 好像中了毒一样 她就才意识到 只有扔掉手中的针 才能彻底摆脱上瘾 及时止损的道理 谁都知道 可是真正做的时候 就会发现 这很不容易 本来女孩在中午的时候 就能剪断毛线 可是她看到 还有很多毛线 没有用完 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纺织 谁知 她竟是这样 一步步地走向深渊 为恶小而为之 虽然这只是一个 很普通的织毛线事件 可她却隐含了 很多上瘾的事 与其一步步沉迷下去 还不如及时止损 我是斯坦 我们下节再见